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主角生命中遇上的一隻流浪貓 便寫出一段感人故事 我是擔當靜夫的這個男生 這個男生其實他幻想了一種 叫做亞士保加症的一個症狀 用一個有亞士保加症的人 其實講到身邊的人怎樣去對他 轉變可能是不認識 所以可能有點欺凌 但原來背後是因為不認識 我就做一個校監 其實這間學校是我爸爸的 我就因為有一件事件 導致我去了外國讀書 然後回來接本這間學校 但第一時間我去拆掉這間學校 裡面有些原因導致我要這樣做 這次我就演了靜夫的媽媽 我想靜夫除了她直接偷通的 就是她媽媽和她的學校 或者她交正應酬的 就是她的社交範圍之內的東西 對她來說影響很大 尤其是她媽媽 所以我今次很想去演繹這個角色 音樂劇在首演的時候門票火速受慶 叫好叫助 因此劇團決定今次再度重演 不只角色上有轉換 整個音樂劇都有創新元素 我上次是做一隻流浪貓的霸王 就是街貓的霸王那隻 就是大家姐 但今次我就是做 我剛才說的Enika 就是會遇到一個新朋友 就是人類新朋友的貓 所以其實歌、舞、台詞 所有東西都重新來過 爆炸 所以今次就在燈光和佈景 就是美學那方面 我們要多下一些副工 希望有創新 換句話說這些東西一改變 一創新 舊有的台位完全不適用 所以就要重新排過 這就是劇本有小部分的改動 歌也是 舞台設計等等 所以重新做過 我覺得很大的不同 因為今次所有的角色 都是不同的演員去演繹 就算上次有份參與的演員 今次再參與 他都是做一個不同的角色 那為何我們會這樣做呢 我覺得其實我們用的 很多都是專業演員 我們其實有能力去演出不同的角色 補出最美愛的故事 世間最妙美其事 今次重演的音樂劇 另一個受觀眾歡迎的原因 是因為題材值得大眾關注 而故事內容 亦令人深受感動和共鳴 我想阿士博加症 它不是一個病 所以不會說醫治得好 不會經歷過它一直在 那我就是阿士博加症患者 我可以藉著這件事 去鼓勵給其他的 痛路人知道 或者他們的家長知道 都可以的 你們的小朋友 是不會有事的 一定會很好的 我最想的就是 如果他家裡真的有 阿士博加症 或者磁閉症的小朋友的話 希望給那些家長有個安慰 我覺得天生理才必有用 這是每一個人都是神的創造 我們都是瘦造物 所以其實無論他有什麼正義都好 我們只要接受 即是不要逃避 不要理人家怎麼看 這個劇因為跟阿士博加有關 希望來看的觀眾都可以 就是有一份同理心 去明白一些可能跟我們 不是很同的人 我們怎樣去面對這些人 或者怎樣去認識多些 去理解他們多些 而rather than 覺得他跟我們很不同 我們要是否排擠他 或者ignore他 我想是多一些這一方面的反思 我們在看我們 看到嗎 吧 那些東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